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不会有多大的胆子 那个美丽庄主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逐渐 仅仅因为贺管事一句话就打消了继续问他的念头 莫无计估计再找他也有些困难 既然左右都是有些困难 他还不如先学习一下一级到三级仙灵草的提炼手段 反正今后都是要走 他根本不怕那个贺管事 等那贺管事来找他麻烦的时候 他就直接拍拍屁股走人 以这个贺管事对他的杀机 加上他自作主张提纯高级仙灵草 自然是不会放过他 但莫无计也相信 这贺管事只要不是白痴 就不会在百花山庄杀他 只要贺管事跟他出了百花山庄 那就是贺管事的死期 想到这里 莫无计直接走到了旁边 一大堆标注了二品和三品仙灵草的区域 抓了些过来 看见莫无计竟然感动二级和三级仙灵草 其余的人都看呆了 不过依然没有人说话 也没有人举报 可见这些炼药师虽然胆小 但也不愿做那贺管事的走狗 莫无计从一品仙灵草提纯开始 仅仅半个时辰过去 他就开始提纯二级仙灵草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 他开始提纯三品仙灵草 包括旺和珍在内的炼药师 看见莫无计似乎能很轻松的 提炼出合格的二品三品仙灵草后 都是目瞪口呆 从莫无计的提炼手段和速度上来说 他们是拍马也不急 就在旺和珍想要再次请教莫无计的时候 莫无计手中提纯的一株一品仙灵草 竟然化成了飞灰 随即众人又更是惊异地发现 莫无计之后提纯的仙灵草 没有一株成功的 也就是说 莫无计在成功了一段时间后 开始不断地失败 但是莫无计依然肆无忌惮地提纯着这里的仙灵草 只有莫无计自己心里清楚 他每次失败 都是在药材提纯精华接近百分之百的时候 如果他不想让药材精华达到百分之百 他绝不会失败一次 又是一次药材被提纯失败 焦味传了出来 随着一声声的药材提纯失败声传出来 大厅中所有的人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都是心惊胆战 在这里提纯药材 的确是允许一定失败率的 但那也绝不能和莫无计这样 一连失败一百多次了 稍远处一名年轻的炼药师 都在考虑要不要提醒莫无计一句 好在莫无计及时停止了炼药 莫无计没打算暂时了 一百多株低级仙灵草 对百花山庄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看样子 我的炼药水平还是差了一些 莫无计站起来 尴尬的向其他的药师说了一句 莫无计 你跟我出来一下 韦之士的声音及时在门口响了起来 莫无计本来就打算离开 韦之士叫他 他自然毫不犹豫的走出了炼药大厅 看见莫无计出去 屋子里的其他几个炼药师 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估计 我估计 贺管事不会放过他的 真是畜生牛犊啊 一名炼药师见莫无计走出了大厅 他那一口气说 韦之士 你找我 是不是我被开除了 莫无计笑着对贺管事报了报全 他正准备被这儿开出来着 那贺之士想杀他 肯定不会让他赔偿先经 最多只会跟着他出去 吻完这句话 莫无计就觉得不对 他在贺管事身上下的神年印记 并不在百花山庄里 很快莫无计就捕捉到了他的神年印记 贺管事离开了百花山庄 看样子 这家伙走运了 保住了一条性命 韦之士咧着嘴 拍了拍莫无计的肩膀 不是我找你 是庄主找你 百花庄主问你话的时候 你要如实回答 眼睛要盯着脚尖 不要随便抬头 明白吗 庄主找他 那个美貌的女人 之前他不是说自己想多了吗 怎么又想起来要找他了呢 莫无计呼的想到了 刚刚出去的贺管事 他心里微微一动 难道那贺管事走了之后 庄主才来找到他吗 无论如何 这都是他的机会 一想到这里 莫无计就开心的说 卫世世 多谢你了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让庄主生气的 嗯 对了 贺管事怎么没瞧见呢 贺管事为庄主出去办事了 你只要按照贺管事的吩咐去做 贺管事不会责备你的 韦之士说完 直了直步远处的正门 你从哪里进去 庄主在里面等你 莫无计又感谢了 莫无计又感谢了韦之士一句 这才走向了正门 他刚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门内传来了庄主 清丽的声音 是莫要师吗 请进吧 莫无计一走进去 就看见那漂亮的庄主 正坐在客厅中间看着他 在庄主旁边 则站着一名身穿蓝裙的少女 看见莫无计进来 漂亮庄主急忙站了起来 莫要师来了 请坐 丁丁 赶紧给莫要师倒茶 莫无计有些疑惑 自己说起来 不过是百花山庄的一个花匠而已 这个漂亮庄主 似乎对他有些太客气了 就算是看在自己提纯药材的份上 之前他也不过就提纯了一份 一级仙灵草 而且纯度也才勉强达到九成而已 唯一的解释 就是这女人真信了他的话 他可以提纯出三级仙灵草 甚至纯度还能更高上一些 丁丁很快就为莫无计 端来了一杯灵茶 莫无计没有喝 只是感受了一下这茶的气息 他就知道 这是用仙灵草提炼出的一种仙灵茶 漂亮庄主柔声说了句 莫要师 请用茶 多谢了 莫无计也是很想尝尝这茶的味道 谢了一句后 端起茶杯 一饮而尽 漂亮庄主 呆呆地看着莫无计 他还从未见过 有人如此喝茶的 这种仙灵茶 对仙界来说不算什么 对一般的仙人来说 也算是上等品了 居然被如此饮用 这简直 纯净浓郁的仙灵气息 直接冲澈了莫无计全身的脉络 这一刻 他不用修炼就可以感知到 自己的修为正在蹭蹭上涨 好东西 居然有这种好茶 若不是这地方不太适合修炼 莫无计甚至想马上坐下来开始修炼 好在即使不修炼 莫无计的逆转功法 也不会停止提升莫无计的实力 板炷香的时间不到 他的实力就晋级到了 地先十二层的中期 莫无计这才虚了口气 对等候多时的庄主抱拳说 因为我是从小地方出来 没见过世面 好不容易喝了一杯好茶 让庄主久等了 他才不会不好意思 至于破坏气氛 更是直接被他丢在了一边 这种茶自然是要一口喝掉 才有更大的效果 小口小口的敏 那至少要浪费掉一大半的仙灵力 那庄主闻言微微一笑 依然是柔和地说 莫要师太客气了 我叫韩清儒 莫要师直接叫我名字就可以 不知韩庄主找我来 有何事情吗 莫无计自然不会真的直呼其名 韩清儒说这话 不过是想拉拢关系而已 他心里在想着 以后修炼 是不是要用些丹药辅助一下 因为他修炼的是自己创造的功法 又有众多脉络 同时逆转周天 修炼的时候不用丹药 只要有灵挤资源 进步就会很快 但现在他喝了一杯灵茶 就知道如果用夏品仙精和丹药同时辅助 他的修炼速度会再快一筹 莫要师是否真的可以将三级仙灵草提传到九成以上的精华 韩清儒问道 莫无计以为对方还会绕来绕去的绕上一大圈 然后再回到这问题上来 现在韩清儒直截了当的询问 莫无计反倒对他的好感更多 既然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坐在一起 那就干脆了当一些的好 可以 莫无计肯定的说 那能不能再提高一些 或者说 你提纯三级仙灵草的最高程度精华能到什么程度 莫无计沉吟着没有开口 他不知道韩清儒能给他什么条件 如果什么条件都没有的话 那他就只能到九成 韩清儒显然明白了莫无计的意思 莫道友 你应该在地仙圆满 进入天仙也才一步之遥吧 若是你能保证 你提纯的三级仙灵草精华度能超过九成 不 只要能达到九成 我就不会亏待你 无论你要仙灵草还是仙精 我都可以帮你弄到一些 那不知仙格时是否可以弄到一些 莫无计连忙问道 韩清儒听到莫无计的话 微微醋眉 好一会儿才说 莫道友 我知道你即将晋级天仙 想要仙格时凝聚仙格 只是现在仙格时极难弄到 听说半仙欲垮塌 仙格时的价格更是翻倍上涨 如果你一定要仙格时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你弄到几枚 听了这话 莫无计已经肯定 黑时就是仙格时 庄主 贺管是回来了 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为之式的声音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黏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